韩国男团JYJ成员金俊秀 11月5日结束近两年的义务警察生活 在服役的经济道水源市 经济道南部警察厅退伍 现场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名粉丝 大家举着回家吧俊秀 我们现在不再分开等横幅 欢迎偶像回归 而金军秀也亲自走向粉丝群 一一向粉丝鞠躬道谢 在谈到自己退伍后的工作计划时 金军秀则透露会先以音乐剧回归 他说道我知道粉丝们一直都在等我 为了报答大家 我会努力快些在舞台上见大家 金军秀还不忘感谢粉丝的到来 表示多谢今天有那么多人来接我 一年九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对我来说是给我很大学习机会的时间 作为疫情生活 真正的感受得到警察是有多努力 现在我要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对于组合JYJ今后的活动计划 金军秀则发言时则表示 要再进行协议才能决定 他透露和JYJ的队友有联络 最后放假外出时 JYJ的成员也有发祝贺信息 和成员们应该会很快见面 小吴视频寒流第一线综合报道 Let's go 小吴视频道